大家好 引起平安树叶片泛黄的因素也是比较的多的 接下来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引起的因素是怎么引起的 如果你长时间没有给它一个光合作用的话 它也是会出现一个叶片泛黄的 这时候一定要给它补足光照 补光照的话最好是散色光 因为这个基叶分这个光照是比较毒辣的 相信很多花有养过的人应该知道 它是一种半烂焊植物 也是半死云的植物 如果长时间没有给它光照的话 它会出现这个缺乏了一种叫做叶绿素 缺乏叶绿素的话呢 它就很难恢复油粒的 所以呢 最好啊 同时给它补什么呢 补一点磷酸辣金钾 因为这种磷酸辣金钾呢 它是可以起到抗导服抗黄液抗伪念的作用的 还有增加这个叶绿素的作用的 如果家庭本栽的话呢 它也是一种通用的磷酸辣金钾 用量的话呢 就是以一克对一千五百毫升到一千八百毫升的清水 给它七天喷洒一次就可以了 就是叶片正反面给它喷洒均匀 连次喷洒三到四次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呢 让它吸收之后啊 再配合一下这个光合作用 就是散色光之后呢 它就会慢慢的恢复油粒的了 所以花药门呢 如果你家里的平安树出现了叶片泛黄 甚至不生长的话呢 就是使用这种磷酸辣金钾 配合光照 给它一起使用就可以了 这样呢它就慢慢的恢复油粒的了 好了 希望我今天所说的呢 这个方法能够帮助到喜欢养平安树的花药门 好了 下期再见